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 我们现在要去上野那边的阿美横丁去逛街 因为想说去那边补充就是赶快把要买的东西买一买 顺便去那边吃小吃 从饭店走到地铁站只要不到五分钟 还蛮近的 这边的话都是一些居酒屋 晚上来的时候很热闹 就是这个站 这个站其实很热闹耶 第一次发现 无印良品loft 这边都有 现在在日本搭地铁非常方便 所以你只要绑定交通卡在手机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逼了 真的很方便 走到这边 日本的地铁真的很难 所以都要看好 不然就是会多走很多路 我们现在到了御图丁站 这个站呢 就是走路大概五到十分钟可以到阿美横丁 因为阿美横丁就在上野跟御图丁站的中间 所以我们俩就是在这个站下 一下来就很热闹喔 他是阿美横吗 好多人喔 这边有那个 金安的电台叫什么 唐吉柯德 是猪脚耶 这家是很有名的那个 冬饭店 就是生鱼片冬饭 因为他的价格很便宜 你看一个才五六百块就可以吃了 感觉很厉害耶 看到很多人就要来看一下 是章鱼梢 看一下 哇 他八个才四百 我们要来吃文字烧 我们要来吃文字烧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吃文字烧的那家店了 他的话还好不太要排队 前面还是有要写后卫的那个单子 但是就是不太需要排队 我们等了大概不到十分钟就进来了 日本的话就是也开始进入冬天 变得比较冷 但是因为我是从韩国来的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还可以适应 那你觉得呢 你从台湾来会不会觉得太冷 我觉得好干喔 很干吗 有服装 都脱皮了太干 但是我从韩国来我觉得还好 你有擦什么吗 我就是用一般的粉底啊 我原本用的 因为我早上的时候都有敷我从韩国带过来的面膜 就是我戴了口罩这样子 一个上午都没有服什么妆 就还OK吧 就早上敷嘛 早上的时候 妆前敷的话会很服贴 我大概中午之后就开始 就开始服粉了吧 就开始服粉了吧 你明天早上也用一下那个面膜 这边的店员都会帮你烤就不用自己动手 这个应该是赠送的一个鸡蛋之类的 大家吃这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真的很烫 它的蛋很软 然后它的调味是有点甜甜的 加一点肉末 这边有点东西 这边是有点甜甜的 这个店是在这里 最多的地方 那么多的地方 还有东西 这边就是 这边台北海 跟南海 完成 好大一片喔 來吃這個文字燒 他就是糊糊的這樣子吃 很好吃耶 他那個明太子的味道很濃 整 整口都是明太子 然後還有那個高麗菜的脆脆的感覺 還蠻好吃的 這好適合當下韭菜喔 他這個真的很特別耶 就是吃這樣軟軟的 而且這個小鏟子超可愛 這家店是每個人都要點一份喔 就是不可以點了一份以後一起share 他的技巧就是每個人一個燒 或是一份餐這樣 所以還有一份餐廳 還有一份餐廳 就是餐廳的 只要餐廳 是餐廳的 是餐廳的 所以是餐廳的 撻撻撻撻撻撻恐怖 我們的大阪燒是點出肉骨味的 tight 有一點點像 就是文字燒是液體的 大阪燒是固體的 大阪燒的高麗菜比較多一點 可是大阪燒沒有那麼鹹 剛剛那個比較鹹 這一餐感覺可以吃到很多高麗菜 這家惡木的果汁也很有名 就是賣一些很便宜的餅乾啊 糖果啊 這感覺超好吃 咖哩包哦 這是咖哩塊吧 因為韓國的日本咖哩塊很貴 好多東西哦 罐裝紅豆泥 牡蠣 牡蠣罐頭 拿好籃子了準備shopping GO 欸他有那個耶 生油牛奶糖的抹醬 好吃 感覺很好吃 這個是什麼 神奇的糖果 可以減少體脂肪嘛 看了就很想要買 我來到了仙貝區 我最喜歡的仙貝 這邊真的好多種類哦 來這邊真的感覺是可以逛超級久 因為他們的東西好多 這個也是我小時候超愛吃的糖果 這個超懷舊的 大家應該都有吃過吧 這個不二家的牛奶糖 這個是那個智春商店 就是你付一千塊 他會隨便幫你丟零食進去 好有趣哦 這條好多餐廳哦 是可麗餅 感覺也很好吃 好多餐廳 嗨大家 我們現在已經結束了一整天的行程回到飯店了 今天就打算把該買的東西全部都買齊 所以我們就去了阿美恆丁 去買齊所有的藥妝跟餅乾糖果那一些 所以就走了一整天到現在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回到飯店休息 我趁這個空檔呢 就是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上中午的時候 不是有講到說我來日本的底妝 就是特別的服貼嗎 但那個時候我有說 我早上的時候 有敷一個我從韓國帶來的面膜 面膜呢就是這個 美迪Therapy的緊緻修復面膜 我就是專程把它從韓國帶過來 想說我在日本要拍很多美照 就非常需要妝感好一點 過的時候常常會害怕 皮膚不適應那個國家的天氣 就會開始乾燥脫皮啊 那這個面膜呢 它為什麼會專程從韓國把它帶過來 它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首先它長得蠻特別 它是一個網狀面膜 還有一個專門搭配這個面膜使用的這個齒輪 這個我也是專程把它從韓國帶過來了 這個面膜它含有很豐富的玻尿酸跟膠原蛋白 使用的時候可以保濕肌膚 還可以增加肌膚的彈性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網狀設計的面膜 真的很特別耶 跟臉部按摩滾輪一起使用的話 會讓精華更被吸收 會有那種更保濕到的感覺哦 現在就來示範給你們看 就是這個面膜到底要怎麼使用 使用過後它上妝真的會比較服貼 就會感覺肌膚特別保水 然後整個妝感會非常 就是再提升一個等級這樣子 會非常的好 美迪貼拉皮的面膜是用 特殊網狀水泥材質製成的 所以我在用的時候覺得有那種更服貼 然後敷完的時候會有 臉喝飽水的那種滿足感 它除了保濕以外還有添加線乾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厲害的東西 它可是韓國食藥署認證 可以改善皺紋的成分哦 保濕的同時還可以改善皺紋 是不是一舉兩得很厲害啊 然後大家有看到這個吧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按摩的那個滾輪 因為一般的面膜你敷上去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它的那個保濕成分 跟裡面的成分有沒有好好的吸收進去 如果有使用這個搭配面膜一起使用的 按摩滾輪的話 保濕的同時加強按摩精華液的吸收 這個臉部滾輪小小一支 但是它很有份量 因為它是鋁合金製成的 使用的時候啊 只要輕輕的一滾就非常有感 我覺得敷面膜的時候有沒有用它那個效果差很多 所以我就一起帶來日本了 這個臉部按摩滾輪啊 它有144個小滾輪 透過它們在臉上滾滾滾 就能幫你把精華更推進去肌膚 所以這個面膜跟那個滾輪的組合 也被叫做皺紋推土肌 是不是很厲害的感覺 美迪泰拉皮的面膜你剛打開來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欸 怎麼精華有一點少 其實那只是因為它特殊材質的關係 看起來好像精華比較少 其實它裡面有超豐富的精華哦 它會用網狀材質好好的鎖住每一滴精華 讓它們滴滴都被肌膚喝進去 敷完以後真的有種緊緻感 肌膚有種吃很飽的感覺 覺得很滿足 美迪泰拉皮的緊緻修復面膜呢 目前在韓國的人氣非常的高 上次沒有多久 它竟然就已經賣出49萬張以上 韓國美妝保養網站SKINRX 上面是熱賣商品第一名 然後這個臉部按摩滾輪呢 還是樂天i-mall 皮膚管理小物的銷售第一名哦 好 那有興趣的人呢 就可以去資訊欄 看更多的相關資訊 我來 晚餐我們就隨便進來了一家在百貨公司裡的餐廳 它是來自北海道的哦 我點的是炸雞塊奶油咖哩 然後那個是蛋包咖哩 回去吧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